描旗日,人到中年,或许最怕的竟是节日,特别是农艺的节日,更是寄托着中国人浓浓的情思,每一个节日都被赋予一个特别的意义,这个端午节是连接着父亲节一起而来,因此,对于孩子们像鸟儿一样出窝的父母来讲,这样的节日只会多一些惆怅。 中年的父母已经岁月的洗礼,早已没有出作人父人母式的惊喜,更没有那种激情四射的战略情怀,在波澜不惊的时光里,他们默默承受着生活的众和,这时候的父母已经是一自然规律的轮循,有时知天命又不为天命,在面对生活众和的世界里,还要像以前一样进行努力的抗争,看着孩子们一天天的变化。 父母的心里就会多了些许期待,从盘山学府到幼儿园,从小学到中学,从中考备站到高考冲刺,这一路上历练的每一个过程,点点滴滴,都深藏在父母越写用种的皱纹里,背出朝鲜儿女们,或在校园,或在部队,或在矿山,或在海航等等不同的岗位上,他们正是清纯昂扬,愁愁满志。 也许,这时不会感受到中年父母心中那份沉甸甸的落寞。 还像以前一样,早起的母亲已经煮好了一公有粽子,鸡蛋,大蒜的早餐,时过境迁,不是人非。 这时曾捉别作者只有略显孤单的,已经老大不小的夫妇俩,儿时争抢鸡蛋,白独算偷的场面,只能是人生记忆当中的一道风景线。 爱叶头,荣丝线,熊黄酒,这些留存在儿时印记中的故事,到了每年的端午时节,都会不骨鸟的叫声一样,按时在父母的耳边响起,烧那一锅白草汤行玉。 换上新衣服,鸡儿手脚,伏格栓上五彩绒丝线,配换一个鸡蛋楼。 中午开饭之前,再用筷子沾着熊黄酒点,在孩子的肚脐眼上,耳朵里,甚至在太阳穴上也会点上两点,端午今又是春夏之家浓麻洁湖点,即使再忙,家有孩子的父母,也会早早准备一班。 孩子就是家庭的希望和未来,时间如同白鸡火戏,一眨眼间穿着开单裤的孩子,已经变成平平日丽的大姑娘,或是健壮潇洒的上小伙,做父母的还没来得及仔细品味,就开始听到灵性蜜蜜蜂,一口迟迟归的交流话语。 明知过节孩子不会回来,做父母的依然还会准备一班,说不准孩子们要是突然回家呢,准备孩子爱吃的粽子。 不仅是对远方儿女的念想,也是给自己疲惫的心灵,寻找一个宁静的港湾,远在一乡的儿女们。 这个端午节,你可曾想到在家操劳的中年父母,或者给他们一生节日的问候呢?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